财经焦点我们来关心是中国青年失业率 大家都知道今年以来都越来越创下新高了 尤其在6月的时候已经达到21.3% 再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现在就连中国的科技巨部 阿里巴巴都要替北京当局缓解失业压力吗 随着北京放宽对境内科技平台的监管力道 阿里巴巴就说要在当地的电子商务部门 向年轻人招手哦 要增加招募2000多名的毕业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